在2024年有这么一款主打地图探索与事件交互的RPG 但大部分时间不给你传输点要靠两头腿按跑 主线进度部迷你甚至可能不知道哪些是主线 支线任务一个不留时就断掉要不就是找不着在这出发 NPC一个比一个神秘 直路就直个大概全凭运气找人 你以为我在说龙行2 我说的是命运之轮 提到龙行这游戏始终绕不开的 就是一景演的所谓的真实 那无限接近于D&D的真实感 他们想创造一个人人都能感受到冒险者痛苦的世界 或者说感受到搬运工退队流主绝痛苦的世界 所以龙行2继续保留龙行1的优良传统 不给传送N跑图 鉴于这过分极端的体验 本期视频在展开聊任何具体内容前 我必须先明确告诉各位 劝退43%玩家的那一堵高强 也就是龙行2的跑图和优化到底有多烂 这是我的义务 也是建立起整个视频情绪的基础 在这个偏真实比例的世界中 你要出门做个什么任务来回基本多少半小时 如果是初次到达的区域 那去的这个过程是相对丰满的 就跟死亡搁浅一样 不管什么 第二你走第一边肯定有意思嘛 但回来的路上 这个折磨就真的开始了 这游戏没有什么血月刷新怪物配置的机制 没有重复生成奖励 也没有哪条路有多次探索的价值 走回头路就是纯粹的重复劳动 就是单纯的让你感受痛楚 但你没得选 你只有原路返回M跑 并且在跑路过程中的大部分时间 没有BGM里也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只能听随从给你广播 我主任那边的房间 最近来了好多重要人 卧槽 决定者快看 那边有个梯子 但凡有人要你多跑几遍 但凡那个位置刷出第二个支线 那这个NPC就是你前世的仇人 你可能跑着祖坟 他才会怎么对变 就这种重走修路的体验 占据了龙神二一大半的游戏市场 等到你玩到中期 游戏才会提供给你两种远程旅行的方式 一个是少得可怜的传送机时 另一个就是固定点为坐牛车 传送机时 类似于便携传送门可以自由设置 但一周目顶天六个 除了主线白送那个 其余五个你真不一定找得着 所以官方给的大传送点 毫无疑问是解决跑路问题最有效的手段 因为说实在的 只要能回城就已经方便很多了 我卑微的都不求别的啦 哥 你就让我回个城行不行 行啊 当然行啊 怎么不行啊 小回城是吧 我大方点送你两个传送点 够了吧 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城乡结合部 连 不可能吧 他就一定要别人你先回北京 再走牛车去其他地儿 他就一定要刷一下这个地方的GDP 一定要收你一万点两百块 做也就算了 偏偏这吊事就三条路线 除了能直达边境村和上海 其他地方还要你按跑 完事儿 做着车的体验就是 眼睛一臂一睁一睁一天过去了 哈啊 眼睛一臂再睁 怪刷你脸上了 哈啊 从主城去巴达的乱路 我去一次车炸一次 去一次车炸一次 小肉觉得怎么会有蜘蛛 狼来了 狼猴一嗓子 骷髅来了 骷髅劈里啪啦 一顿敲哈比来了 一个牛车遭遇一战 能把野怪图箭开一半 打完的车没了 剩下半斗路还要自己跑 拼啥 我平时看车祸视频 看太多的报应嘛 你非要说这是追求真实感的话 来朋友 你告诉我 哪有公交车只能停 骑士站和终点站两个台子 哪有公交车 明知这条路大概率要出车祸 大概率有个大爷要躺的地方额里 但就不改路线 就是要硬碰硬的 你那是牛车 你不是全嫌半挂 你出了事儿 倒了事里不是莉莉啊 就因为这个比跑图 他们把很多有意思的支线 变成了不做是没体验 做的是体验被强健的双赢状态 回想起发售前 一锦也信誓旦旦的告诉媒体 我们会让跑图变得有趣 所有没马 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龙神二确实没马 诶等一下 这不是人身攻击啊 事实好吧 龙神二是真的没有马 颇有一种星空 不能再大气雷开飞船的美 诶我这句话是人身攻击 他们明明能把很多东西 做得很直接明朗 但是非要去追求一些 没必要的真实感 非要把这该死为人当个宝 12年前的龙神一这么干的 12年后的龙神二也干的 说到底 我玩的是游戏 不是第二人生 过分的真实感 带来的不是沉浸 而是痛苦 是拖慢游戏节奏 让玩家不得不 把目光聚焦到坏的部分的烂起 在如此遭罪的跑图体验下 真正一棒锥打死我的 还是优化问题 我的台热机是 20年配的3070加5800X3D 除了去年的RNC型2 我基本没有打不动的游戏 再怎么说 也能跑个2K中画质 但龙神二 龙神二它 主城直接没法看 长年稳定在40 到了酒馆和广场 直接30不到 调技能大概率卡顿 一不小心就崩溃闪退 野外都是挺稳的 但模型和贴图刷新 又有很大的问题 每天打开游戏都能听到 我那服役302老主机在声音 诶我打龙神 真的假的 而且这个画面配置 基本没有关系 你调高画质 这条中画质 都这个条样 很明显就是CPU优化了过 所以很多人说 你去图个城的NPC 有效提高帧数 但你但凡是个正常人 你也不可能这么玩 支线不做任务不管了 诶所以我真的去图了 图了各百个小时 把王城完全的去城市化 结果最后 帧数可能就提了一两帧 还不如望月跑步提的多 为什么呢 怎么回事呢 一来是 不管你怎么图 NPC会直接从地底长出来 跟韭菜一样 野火烧不尽 春风春有声 二来打开进城的详细列表 看到CPU那一呢 你的低血压 马上就能治好 龙神二是真正意义上的 一半U上强度 另一半U 看着一半U上强度 直接给你拦腰斩断 对不起卡普空男人 我没让你惊心 这个情况下说实在的 什么U都不好使 再牛逼跑龙神二都得着罪 这要解决问题呢 还得看卡普空杀尔更新补丁 哦 他妈还真跟着啊 跟着一个重新开始游戏的选项 随便 光这两点呐 你要是完全接受不了的话 龙神二其实你真的不用看了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建立在这之上的 一截就很像那种闲料死的乱子高龙神 你问他为什么要做这种设计 他回答你 好不好我不知道啊 但是 唉 上个礼拜我每天玩到晚上28点 早上8点起来继续玩 除了斯芬克斯一点功力也没看 摁摸完的所有我能找到的之前 是啦是啦 我抖啦 龙神二是说的不好啦 我知道啊 但我就是他妈很不争气的想吹一下游戏 他就是他妈玩起来很上头 究其根本 龙神二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交互感是很强烈的 不管是战斗是故事还是探索 这游戏中有太多的细节 穿插秘密事件 值得你为他跑半个钟 而特色的若银岛 会非常深入的强化 你发现细节是正反馈 就比如 地精会对被偷弃的玩家哈哈大笑 来回一个硬控托尔里去跑马拉松 野外的尸体腐败会引来施救 连人骑着施救让他代理换驱 我看见过独眼巨人 为了自己的领利与龙展开激战 我也曾在主城门口等公交的时候 被飞龙起点 我花过整整一个小时 蹲点一个乞丐 就为了抓着套皮主胖的老头 我也在皇宫门口被王城的爷怒 好受人会污染 我们人类的血脉 还再过几天 城里都是杂种啊 我潜入过地牢 但没小兵按在墙角暴杀 让我彻底记住了 潜入 确实不该穿得像个斯巴达 我也跑过边境村 偷偷藏到贵族的牛车里面 进行简单的偷渡 门口还有两三人 找着你要传持的翡翠 一个跟你说 这是我们商会复兴的机会 我们会给你重金筹谢 麻烦你找来给我 另一个跟你说 这是我离开商会唯一的希望 没有这翡翠 我只能当一辈子的牛马啦 救救你可怜可怜我 你选帮谁 我倒头去做了两个赢品 两边都给了假货 其中一个还是赢品的赢品 这些细节与互动 给了你很丰富的节目效果 让你各种鬼点子能一一实现 自面一丝上的塑造了 独属于你的冒险故事 但最让我震惊的是 支线与主线 任务与任务之间的关联 意外的会在很久之后 突然开花结果 在王城的一系列跑腿任务中 你要先去地牢和法官聊天 他会自然的领导你 去救赎之家 开启相关的支线 找到地下的图书馆 认识搞人体实验的修旅 听为一个叫法则斯的名字 但当时的印象 仅仅是这人提供的毒 可能是个坏笔 别的啥都不知道 几个小时后 我终于想起来跑主线 我带着大厂老师的面具 偷偷潜入 王宫舞会 我穿梭蜜道 透过小窗看公妃偷情时 从他嘴里蹦出来三个大字 法则斯 直接让我倒戏一口凉气 在这个瞬间 我全身七皮给他抱起了 那些看似无关的三四个任务中 仿佛有了看不到的 先将逻辑串联起来 当你顶着这若引导 找到这些关联 这些宝贝后 宛如打通任督 二麦掰的通胀 会牢牢缠绕在你心头 仿佛有帮人在围着你 啊恭喜啊恭喜 你就是天人做这个料 这份满足感是极其上瘾的 也切实扛起了龙神二 最具魅力的部分 但前提是 你要能找得着 这游戏里有些东西 藏的实在是不讲道理啊 NTC的位置 需要的素材 触发的时间 哪一个没对让走 找起来就是糟纳罪 所以我去问占卜石 请问我该去哪呢 他回我一句 忽略点滴者 不得启示 算命的说我五十块 说我能活到死 你怎么 你好像说的 这对吗 而且为啥会有斯芬克斯 要我去找第一个鸭哈哈 在那儿剪的这种 纯搞人心态的任务 我做不到觉得 因为忽略点滴者 不得启示是吗 那为什么先祖之灵 这个洞的门 它两边都是从内厕所 的都要进去 只能等晚上里面 刷骷髅兵给你开门 这又是哪门子的 忽略点滴者不得启示啊 这叫锤子弱引导 这就是纯搞的形态啊 并且时不时会有 一个任务做一半卡 让你先推另一个任务 再回来的设计 理论上来说 这种手法 的确让任务间的 关联性更强了 但对龙性 这个一不小心断十点 就有可能把别的支线 卡没得怪开 我真的不太敢推啊 有任务 都是能做就赶紧做了 完事 随着你体验的深入呢 你会越发清晰的意识 这是一个主打自由探索的游戏 但相对舒服的流程 是官方预设好的 他们已经定好了 你要在这个节点 接到哪几个对应的任务 就能一次性顺度做完 不用多跑图 而你只要跳出这个流程 自己瞎逼转悠 沙漠撞死耗子 莫名其妙走到了 所以我也没带传送基石 不是说我打到这个时候 也就一个石头 实在不想翻车了 我差巴达尔了 现在到金灵国 没基石了 咋着 看着这条蜿蜒曲折 去一条半个小时 且不通牛车的路 我直接打开商店里面 买了17块的基石 我觉得用17块 换我生命中了30分钟 是非常划算的一笔买卖 但游戏其实是算好 而你把金灵国任务做完 它刚好会给你一个基石 你插着正好 好像我就应该 在接到这个任务后 再来这个地方一样 而这就是犯了 开放世界天条的地方 你不应该在一个 极低引导的世界里面 去预设一条高线线的流程 理所应当认为 玩家就该在这个节点 有这么个东西 进而把非常基建的设施 Q掉 连个传送点都不给 在这种时候 比起开心的探索这篇区域 我反而是感到害怕的 那边没东西吧 我要白跑半个钟 这么远的路 我下次过来咋整 当你有了这个心态 就已经很病态了 玩事到了真世界 哦 原来这个地方有传送时 不是 哥们儿 那你他妈 那你一周目不可看 你是不是有心理疾病啊 像这种类似的情况 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不如说在很多开放世界里 都会有 但偏偏龙性 它就不准你舒服的传送 所以在别家 你不会在意的那些小毛病 在龙性里面 一个二个都会扩大到 让你感到火猫的地步 很多人 70小时的完成度 可能和玩50小时的差不多 多得来20小时 就是遭罪 和填补一些没意义的跑脱 这些 并不是该由玩家来承担的责任 这不是你打游戏猜不猜的 这就是 设计上的失败 这就是高细节流程 与低音道探索的互相矛盾 这就是造成 龙心二无止境 跑毒的罪魁祸首 所以 在7RB里 我才会说 标点绝不是开放世界的原罪 合理的传送 更不会破坏探索的连贯性 而是给你修正路径的工具 给你更多的容错率 让你能尽快找到一条 舒适的方向探索 如果你非要觉得 这就是人菜活该跑毒的话 那我建议以后 大家都别开荒了 大家一起等攻略 就大家非要把游戏 完成一个样才叫会玩 对吧 在这一内容呈现的方式下 玩龙心 你会非常容易 把目光拒掉到差的那些部分上 偏偏龙心二的完成度 真的很半成品 感攻痕迹过分明显 怪物种类太少 除了几个大怪 其余全而换皮 技能只能学四个 配个招 左砍一刀大动脉 右砍一刀大进 买龙绝的直接高位截摊 只能带四个 只能支线少的可怜 整个八大而愣大一片地 居然连一个村子部落都没有 你说他重点速度 是沉浸感 是真实感吧 你较真起来呢 他又不给你该有的真实感 房子卖两万 传送时卖一万 我当地就是魔法产物嘛 核心科技卖的贵 我也认了 那凭什么 妓院找个中等级的 妹妹也要两万呢 你这什么 B物价呀 再咋说也不至于一炮一套房吧 各种禁地门口的保安盒 你明说不让进了地 当上面走 你居然NPC都不敢开玉墙 嗨呀 人家也有话说嘛 当个保安月星3000和绝星手玩啥命呢 是吧 但为啥 我他妈在屠城的时候 锤子都给你老门让敲两包的时候 你在这跟我说打扫卫生很开心 我在外面杀着欢天洗地 提着满人鲜水和老将的锤子去酒吧 里面的NPC在说 应该很快就会发生开心的事了 这就老门子的真实呢 玩事被抓进监狱 没有通缉 没有坐牢的剧情 没有什么潜入山贼 营地当卧底的阵营任务 进了监狱后 你只需要打开了 我们走出来就无罪释放了 这种时候他就可以不追求真实感了 在折磨力的时候 我们叫真实感 在游戏不行的时候呢 我们叫天阿虚树 转头再看他2000个鲜活的NPC啊 能和你这几聊天的也就几个任务角色 关键这帮傻懒子NPC 还能有个方法恶心你一下 要不然就是走着走着 人没了 他自己跑回任务起点了 要不然就是跟着怪一起跳水 直接融化 你家猪比奇宝的吗 还记得大吴啊 他又非要在悬崖边上 和小怪打架 赖帅王 你还真是老大 就龙杏二里的这些NPC 他们已经不是什么癌症晚期不晚期了 你一个没留神 你都可以去灰堆里面找蛇丽子了 一旦莫名其妙死个人 自动保存来的比西方记者 还快读党吧 要不然就是读最后一个旅馆 几个角色白打 不读吧 你要去找这个B的尸体 用珍贵的复活石复活它 再把这爷一点点带回正轨 我是个P的觉醒者之玩 我是你们这帮爷的奴才呀 哎呦喂 这不爷的吗 您几一下 上哪儿六大师呢 哦 今儿上王城赶集呢 要不奴才给您拖过去 省得脏了爷的脚 不是啊 我不是在全方面的否定东西上的每个部分 玩得挺开心也挺上头的 但每当我想给这游戏一点尊重 它就搞我心态 当我开始享受它的时候 它总会用一些非常不可思议 非常低能的射击 让我感到一丝恶心 从头到尾 明明了一种 你吃了屎了 但只嚼了几口没咽下去 那个味道一直留在你口腔里的感觉 等你吃到好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琢磨一下 嗯 这味儿 是哪部分传出来的 但偏偏就是这一份 鬼的设计风格 这一份矛盾 造就龙杏尔一万个人玩 一万种体验的怪想 就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法则斯 就是独属于我个人的体验 因为我的开荒路径是怎么走的 所以只有我能感受到那份震撼 这确实非常贴合我所理解的D&D 开荒不看攻略 就是做不到百分百完成 就是会在几个任务上吃鸭 就是会浪费极多的时间 跑没有意义的路 而这些不完美 这些缺失 这些遗憾 给了你一个非常强烈的意愿 去和别人分享你的游戏体验 让你惹不住和朋友 讲小猫钓鱼的故事 比如有好几个哥们 他们就没打巨人战 所以我跟他们吹逼啊 卧槽 你不知道 那场演出做的巨他妈牛逼 我从海洋线一路追着巨人打 客人他一步一步逼近 一脚踩烂 火山一地砸碎 你平时走过的桥梁 一排排的NPC 用鲁剑乱射 随从趴在他身上小都乱戳 第二在乱下陨石 但就是他妈一个夸不从脑 当然夸过去 他就是他妈势不可挡 一点难不下来 卧槽一路打到发掘基地门口啊 我射的一滴都不深啊 就差去了脑台里面 臭骂他 要和虚勒失足兑现了 最后在基地面前一点点 他等等一下 窥下终于给他拦住了 卧槽 太有感觉了 你没有实际打一遍这一段 你真的少玩五十块啊 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是两届 你在闪闪发光的 是发自真切的 在分享自己的冒险经历的 仿佛这游戏的终极玩法 就是找几个哥们 一起去小酒馆坐 用一个非常讲评书的语气 和他们吹鼻 嘿 您猜怎么着 我上次坐那一支线呢 哎呦喂 您不知道吧 他们有不同的结局 然后你的哥们就 啊 对对对 对对对 你多阿扎 你多阿扎 你阿扎越多我越爽 这就是我玩龙心二最爽的时刻 你觉得我喷糞的一整个视频 各种吹毛求疵 肯定没玩 龙心二肯定在坐牢 这阿扎一眼不适合龙心 那我能和朋友 从天吹到地 从旅途开始 吹到世界中间 仿佛真的拿起了圣剑 穿上了铠甲 完成了一次大冒险 我觉得 我是终极享受的 只不过 这又是一个四十小时 慢热的作品罢了 最后我也知道 本期是非常矛盾的一期 是回旋标练习场的一期 是我理性智力破碎的一期 我实在很难用一个 他的节奏铺成太诡异了 探索体验极不稳定 玩才就好像踩着独眼巨人过桥 上一秒还稳稳当当 突然就受不了了 突然这游戏把你搞崩溃了 好中带臭 臭中带好 极度排外 又极度满足你的敏感点 他展现给你一种 很难以理解 但独树一致的意志 让你登上这不可预测的舞台 创造一本 独树于自己的冒险书 在演完这场残缺的大戏后 我只能长叹一口气 感叹一声 真是一场汉藏铺的刺死啊